天使之家残障基金会将会在21号星期六下午举办募款表演会 筹募年度经费 也让基金会的小天使和家人们跟社区民众可以一起同乐 欢迎南加州的侨胞发挥爱心 出钱出力 帮助他们早日建立永久住所 达造一个温馨美好的家 热烈的欢呼 鼓励民众踊跃响应社区慈善活动 还可以欣赏美国国家跆拳道选手的精湛展示 以及其他精彩节目 并且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赞助基金会未来建立一个永久居住地 让这一群天真可爱的残障儿童有一个快乐回忆 我们是以我们小孩子一种表演 还有就是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美国国家代表队跆拳道的一个团体 他愿意义务地为我们来做一次这个表演 跟小朋友做之间的互动 那我们也还有一个就是残障的这种team 也是跆拳道的 那他们都是一个很热心来参与这项活动 选择全力投入公益活动 来帮助患有自闭症或躺视症的儿童 STC总裁徐慧欣表示 活动今年特别邀请到 圣安东尼社区大学加入 提供残障教育资源 还鼓励更多华人发挥爱心 为行动不便的小天使们加油打气 因为我们希望说将来的话 我们有更多的互助的活动 可以让他们可以走出来 走在这个社会 让这些天使们更能跟其他的人都有更多的互动 由天使之下所举办的募款会 将于9月21号下午4点 在Montside的Saint Antonio College举行 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一起捐款 以上是中文新闻 叶永志英雄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叶永志英雄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